我的习惯是 所有的教材我都会放在自己的网站上 需要连结的部分我都会从我的网站连结出去 接下来是我们每一门课程 我的每一门课程都会开一个Facebook社团 所以你修这门课的时候 请你一定要有Facebook的账号 有一些可能如果是从大陆来的同学 你没有账号就申请一个 先弄个email 然后申请一下Facebook 然后就可以加进来 我们今天的Facebook社团 是在105CEO CEO就是Computer Organization的简写 所以你现在就可以加进来 如果你不知道位置的话 我昨天有分享一个网址 从我的分享的网址进去 应该就可以找到这里 你如果有交我好友的话 你可以看到我所分享的三门课的网址 其中间这一门课就是计算机结构 是目前上的这一门课 你点进去之后 然后按加入社团就可以了 那目前应该已经有一些成员86个 可是我猜这86个里面很多都不是我们这门课的同学 因为我是分享在自己的Facebook 所以可能有一些人他觉得 这门课我有兴趣 他就加进来 可是他可能不是这一个课的学生 好 那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各位做的事情 就是先加入社团 那接下来第二个要各位做的事情 就是你一定要常常上这一个网站 那这一个网站是Name to Tetris 那这个本来 本来这两位老师好像其中一位是在MIT 但是现在他们两个好像似乎都在以色列的西伯来大学 所以他们两个开的这门课非常的著名 那这门课跟其他的课程 比如说其他的计算机结构 或其他的系统程式上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他是一个完全采用时做导向的做法 所以完全是以专案的方式分成12个专案 然后应该是说12组专案 每一组里面可能有很多个程式 那需要你去写 那写完之后你会从硬体开始 从Name的杂 所以他为什么叫Name to Tetris 就是因为从最基本的Name的杂开始建构整个电脑世界 Name的杂开始建构所有基本逻辑杂 那就是把AND、OR、NAT、SOR、多工器这些东西 然后再来做加把器 然后全加器、搬加器、加把器到一个LU 算数逻辑单元 那这是第二张 第三张的部分呢 他会做记忆体和暂存器 第四张学组合元 第五张把那个组合元的CPU实做出来 做到这里 我们这学期的计算机结构部分就算完成 第六张继续写主意器 第七张虚拟机 七八两张都虚拟机 九十十一做编译器 第十二张做作业系统 OK 如果把这一套整个完整的做完 就代表说 你的电脑软体和硬体 全部自己通通都设计过一遍 那这是我们采用这一门线上课程的 我非常欣赏这种做法 所以我后来就决定不用自己写的书 我就采用他的课程 那上这个课程呢 里面他已经有一个 有一个Coursera上面的课程是讲上半部的 那听他官网里面呢 他有讲说 今年2016年呢 他会开Part2 也就是下半部的软体部分 不过我们这门课是硬体 所以你只要用到上半部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进Coursera 然后你就登录一下 登录一下 OK 他使用Facebook登录就可以了 那登录完毕之后 你就可以Go to course 就直接到课程里面 那Cours里面呢 现在就 你就可以看 开始看他的影片 那他有一些论坛 你可以讨论 那影片你可以去点选 然后去观看 那这个部分 如果你在做习题一边做的时候 你就一边看 这样子效果会比较好 而不是把影片全部看完了 再来做习题 其实等你影片全部看完的时候 通常已经学期末了 你习题可能都没做 所以尽可能的是 看第一张的影片 就做第一张的习题 看第二张的影片 做第二张的习题 如果你不看影片 直接做习题 做得出来也是OK的 但如果你做不出来 你可以再回去看一下影片 那不只有影片 他 如果你不习惯看影片的话 他这边呢 是 在Course上面 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些习题 Project 0 一直到12 但是其实Project 0 只是让你暖身 稍微 知道一下工具怎么用 那 真正开始是从Project 1开始 从Project 1开始 你就会看到有 很多组 作业要做 这每一个都是一组作业 那每一个作业呢 里面 老师都会给你 一些 没有写完的程式码 这个没有写完的程式码 你可以看到 在Parts里面 它有 Put your code here 就是把你的程式写在这里 那 你必须要把这部分填完 写好 再去测试 否则你一开始测试一定是Error 一定是错误 好 那你要去写完每一张的习题 每一个习题 然后 最后 绞交到我们的社团里面 然后来找我做口试 口试过了 那基本上你这绝起就通过 可是口试分数多少 要看你对这个习题的掌握程度 然后你自己写出来的程度 然后 我口试的时候认为你的理解程度到底是多少而必 那这是我们的 这门课的主要做法就是习题导向 所以 习题一定要做 但是如果 以往的经验 像上学期的经验是 有些同学完全没有办法做习题 好 那 你可以这样 完全没有办法做习题的同学 那就采用传统做法 你找一本计算机结构的书 你觉得OK 计算机结构的书 你觉得哪一本看的比较顺眼 都OK 你把它看完 然后来找我口试 这也是一个办法 OK 那 我们比较希望你做习题 那如果你真的没办法 那 你就 用传统做法 看书来找我口试 也可以 那 除此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做法呢 有 请你自己提出来 然后 告诉我 然后我如果说OK 那我们就这样做 好 那这些都是你可以采用上这门课的方法 但是我们的第一优先 最希望的是你把这些习题给做 好 OK 那 除了刚刚这些资源以外 那你如果已经加进社团了 你会看到我们的社团字顶贴文上面呢 有一个网址 那这个网址就是我们 我网站里面的课程首页 那基本上我把相关的资源尽可能的都整理在这里 你如果需要看到老师有讲过一个什么 然后忘记在哪里的时候 就是回来这里找 不然就是在社团里面找 不然就是在这里找 通常都可以找到它 那 在这里我们有整理了一些 像比如说这五张的投影片和书 这是书的内容 前五张的书及内容 它都有完整的公开 第六张以后呢 它没有公开 因为书商会抗议 你全部公开我就不用卖 所以 所以呢 它第六张以后就没有放上去 那 其实这些都已经是在它的官网里面 你可以从它的course里面 去看这里 Chapter 1 这就是第一张的内容 然后呢 你可以看 Appendus A 就是 就是 硬体部分需要用到的那个 关于 关于这些程式怎么写的一些描述 一些说明 然后呢 第二张 一直到第六张 它都放上去 第七张以后是没有连结的 所以 第七张以后 如果你真的想看的话 你得买它的书 那但是第七张以后呢 它还是有投影片 所以 而且我觉得它投影片写得很好 基本上你不看书 看投影片也差不多够了 所以 不一定要有书 它投影片写得非常非常好 所以如果你随时需要参考 就请你上官网或上我的网站里面这个课程的首页 去参考就可以 好 那这部分是 关于课程的内容 那 我们 介绍大概先介绍到这边 等一下呢 我会告诉各位工具怎么用 这个应该 很多三年级的同学都知道了 那 还不知道的就是二年级的同学 请你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 今天我们先到这边 我先给各位看一个影片 看完那个影片 我们再继续 来 拜拜 拜拜 拜拜